目前中国大陆以外的各大媒体正在纷纷报道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带走的消息 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的家人和秘书 外界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之后 就把徐才厚抓了 除了徐才厚是军中大老中的大贪污犯之外 还涉及到前中共高官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政变阴谋 19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正式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同一天香港《南华早报》披露 3月15日数十名武警从北京301医院将病床上的徐才厚带走 同时带走的还有他的妻子、女儿和秘书 徐才厚生于1943年上将军衔 他在军中试图发季开始于1992年 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 解除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的职务后 将当时担任16集团军政委的徐才厚 着升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后来徐才厚又升为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军委纪委书记 一路攀升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直到2012年卸任 徐才厚卸任后的数个月里没有公开露面 有报道说徐才厚的隐身 与被调查的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有关 报道说徐才厚不仅收受古俊山巨额贿赂 还买官卖官提拔了不少军中将领 今年1月20号徐才厚曾露面 同一天大陆财新网发表八年连升五集 古俊山的靠山是谁一文 财新女主编胡舒立评论说 古俊山的贪腐虽触目惊心 只是胡找一痕 古俊山是个小老虎的话 后边当然就有一个大老虎 徐才厚作为主管纪检组织人士的军委副主席 南出其丘 但是徐才厚上边还应该有些老虎 比如说这个张文年 古俊山是他的司机 张文年是江泽民的人 腐败分子 批拔腐败分子 一路黑了下来 国外的媒体则报道说 徐才厚是江泽民的得意门生 是过去中国政治明星薄熙来的支持者 同时也是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重要政治盟友 据古俊山的家乡人透露 古俊山原来是地方军分区后勤部军需科长 古俊山找门路弄到中原油田的石油指标 低价买进 高价卖出 让古俊山决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据香港媒体报道 古俊山被关押调查时揭发 他曾经送给了徐才厚一辆12缸奔驰汽车 车里装了100多公斤黄金 徐才厚女儿结婚时 古俊山也送了一张2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作为礼物 古俊山还招任 除了巨额行贿 他还将女歌星送给徐才厚 被戏称为公共情妇的汤灿进入军营 正是来自徐才厚的提携 当年35岁的文艺演员汤灿被特招 加入北京军区的战友文工团 还被授予大校军衔享受副师级待遇 而他还透过卖身 为薄熙来周永康收集高层情报和打通要害关系 2012年2月 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领馆 引爆周永康和薄熙来的政变夺权计划 徐才厚也深涉其中 最近又传出徐才厚在香港拥有100亿港元 去年徐才厚妻子派22岁女亲戚前往香港洗钱被抓 女孩扔下3000万保时金后 在徐才厚女儿的保护下潜回大陆 有消息说 因为徐才厚身患膀胱癌晚期 中共高层曾经想放他一马 但是对徐才厚迟迟不采取行动 导致古俊山案件的进展艰难 又招致军中指责徐才厚大肆腐败的改革派们 广泛的不满和愤怒 评论人认为 抛出徐才厚等于古俊山的案子将画上句号